如果此时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桑岩 桑智不想告诉他的事情 他估计半个字都问不出来 甚至在不告诉他的前提下 他还敢死皮赖脸的缠着他很长的时间 可现在眼前的这个人 桑智是第一次见 从说第一句话开始 段嘉许就格外温和 像是听到什么话都不会发脾气 他看不透他 也因为这疏远不熟悉的关系 不敢过于放肆 他的语气只要稍稍有了一丝的变化 桑智就完全没了继续隐瞒的胆量 桑智沉默几秒 很不情愿的坦白 我上课没听讲 段嘉许 嗯 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我回答上了 桑智顿了下 慢吞吞的组织措辞 后来他问我 要不要取代他的位置 当我们班的班主任 我觉得这肯定不行的 我就拒绝了 段嘉许 桑智小心翼翼的瞅了他一眼 像是想看他的反应 很快就收回视线 他乖乖站在原地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然后他就说要请家长 说完最后一个字 桑智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了 隐瞒了一些内容 桑智的心情其实就挺心虚的 见他迟迟不说话 他忍不住说 你别不信 文言 段嘉许总算开了口 话里含着笑 我是真有点不信 他似乎是真的觉得好笑 肩膀微颤 胸膛随之起伏 喉咙里发出细碎的笑声 掺杂着浅浅的气息 他本就生得好看 笑起来更是夺目耀眼 唇色艳得发亮 两人的距离靠得近 桑智能闻到他身上 还未散去的烟味 更觉得不自在 他勉强憋出了句 我说的是真的 段嘉许 文 没骗我 桑智用力点头 模样极其真诚 没有 是真的 不信的话你明天去就知道了 我现在骗你 老师明天也会跟你说实话的 这样啊 话音刚落 门再度被开启 桑炎没看他们 往衣柜的方向走 直接了当道 小鬼 出去 虽然因为诬陷他的事情 桑智有点理亏 但他还是不太情愿 但他还是不太情愿就这么走了 聂如道 我在这待着不行吗 桑炎回头 皮笑肉不笑地 我要换衣服 那这个哥哥 说到这 桑智扯住段嘉许的衣服下摆 这个哥哥应该也要出去吧 我觉得他也不是很想看你换衣服 桑炎只当没听见 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 桑智当他默认 扯着段嘉许往外走 好 我们会关的 桑炎盯着他俩看了一会儿 而后摆了摆手 懒得再管 因为这个话题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 出了房间之后 桑智立刻把段嘉许扯回自己的房间 警惕地把门关上 急切地问 哥哥 那你明天来不来呀 我都跟你说实话了的 段嘉许垂下眼瞼 懒洋洋道 你怎么不找你哥去 怎么可以 桑智瞪大眼 我刚刚那样冤枉他 我要是告诉他了 他会立刻告诉我妈妈的 段嘉许仍在笑 你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这语气听不出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 桑智刚刚虽然威胁了他 但也只是说大话 此时完全没辙 毫无退路之际 他又想起先前的事情 很记仇地提醒 哥哥 刚刚要不是你跟我哥说那样的话 我跟他才不会吵架 段嘉许挑眉 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打开 桑智站在外头 看向段嘉许 走了 像是没听清桑智刚刚的话 段嘉许点头 小孩 下次见 桑智不敢相信 这怎么就下次见了 还没谈妥呢 查觉到段嘉许是真的要走了 桑智立刻拽住他的胳膊 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都这么晚了 吃完晚饭再走吧 段嘉许晚句道 下次吧 桑智盯着他 完全没有要放手的意思 什么下次啊 刚刚的话题 你就这么忘了吗 你是年龄大有健忘症吗 但他也不敢把这些话说出口 只能可怜兮兮地问 下次是什么时候 段嘉许弯着唇 没有说话 看着两人这生离死别般的互动 桑炎扬眉 你俩干什么呢 第一次见就看对眼了 段嘉许 你可悠着点 我妹才十二岁 桑智下意识反驳 十三了 听到这个数字 段嘉许有些诧异 目光又放到了桑智的身上 十三了 语气听起来 似乎极其不敢相信 仿佛他已经十三岁了 是一件多么天方夜谭的事情 这个反应 非常直接地踩到了桑智的痛脚 他瞬间忘记了自己还有求于人 很不高兴地说 你是不是想说我很矮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十三岁 桑炎抱着臂已在门边 山峰点火道 他就是这个意思 段嘉许挠了挠眼下的皮肤 摇头 不是 话里却不带几分真切 桑智盯着他们两个看了几秒 发脑子 发脾气了 算了 我不跟你们说 他没再像刚刚那样跟桑炎对吵 仿佛真的受到了伤害 低声说着 反正我还会长的 见状 桑炎的内心少见的浮起了一丝愧疚 出声安慰 长得矮不挺好的嘛 等你三十岁了 说不定还有人以为你才十八呢 这更像是在往他痛处里扎针 桑智板着脸 所以是因为你长得高 别人才会以为你是我爸吗 桑炎的那点愧疚瞬间荡然无存 小姑娘眼圈还发着红 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样子 却依然不甘示弱 两次把他惹不高兴的源头好像都是他 段嘉许叹息了声 态度开始松动 问道 十三岁 读初二 桑智不看他 硬邦邦道 初一 哪个学校 续日中学 桑智顿了顿 不知道自己这突然浮起来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但还是很没骨气的补了句 初一一班 段嘉许拖着枪重复 续日中学初一一班 而后 他弯下腰 对上他的眼 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 桑智淡抿了下唇 小声道 我叫桑智 桑智 对 桑智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稚气的智 段嘉许亲密地捏了捏他的脸 那 小桑智 他压低了声音 像是在跟他说悄悄话 不让任何人听见 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吗 跟黎平道别之后 两人出了桑家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 晚霞晕染整个天空 气温也多了几分凉意 段嘉许突然问 你妹妹应该还挺听话吧 听话 桑言吃了声 他不知从哪翻到了根棒棒糖 此刻正咬在嘴里 那小鬼叛逆期呢 难管得很 叛逆期 难管 倒也还好 段嘉许考虑了一番 毕竟是个心智还没成熟的小孩 而且也不清楚有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他还是跟桑言提了这个事情 你妹妹被叫家长了 刚刚问我能不能帮他去见老师 你自己看看怎么处理 桑言择了声 怪不得一直留你吃饭 我就知道这小鬼没打什么好主意 段嘉许笑着没说话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 叫好几次了 次次都那几个原因 桑言低头给人回消息 心不在焉的问 你明天有空不 有空就帮我去一趟吧 我明天有点事 明天哪 嗯 没有就算了 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 刚答应了他 转眼就告家长 那小孩估计又得哭 没有也得有啊 段嘉许眉眼低垂 散漫的说 总不能骗小孩 听到玄关处的门被关上的声音 桑智偷偷偷看了眼 而后光着脚丫子跑到黎平的面前 妈妈 哥哥怎么回来了 黎平 他说在附近打球 就顺路过来洗个澡 那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留他们吃晚饭呀 你哥那朋友有事 黎平并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 悠悠地问 直指 你哥真打你了 桑智立刻心虚起来 不敢再问 转身往房间跑 我写作业去了 回到房间 上了锁 桑智踢飞脱鞋 跳到床上 扯过一旁的布偶抱到怀里 他的情绪仍旧不好 思绪却不知不觉放了空 脑海里反复回荡着 段嘉许最后说的那句话 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吗 回应的应该是 他的那句 下次是什么时候 这代表着他会来吧 桑智总算松了口气 翻了个身 双腿交替晃悠着 愉快地哼起了歌 他看着外头暗下来的天 继续想着刚刚的事情 再往前 段嘉许抬起手 捏了捏他的脸 桑智立刻坐了起来 他刚刚是被那个男人捏脸了吧 没错吧 他怎么能捏他的脸 才第一次见面 他 怎么 怎么 能 捏他的脸 捏就算了 喂 十 么 要凑那么近 还 还 喊他小桑智 算了 桑智平复着情绪 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强调着 算了 就当是他帮自己的忙 勉强给他占的便宜 他的目光一扫 恰好看到书桌上的镜子 跟镜子里的自己撞上了视线 注意到了自己红透了的脸 桑智的冷静瞬间垮掉 你 为什么 要 露出一副 是你 占了便宜 的 样子啊 活了13年 第一次拥有这样的情绪 桑智到回床上 无所适从的把自己卷进被子里 感受着里面的空气越来越稀的感觉 然后 听着心跳不断放大的声音 第二天清早 桑智洗漱完 走出客厅的时候 桑融和黎平都已经坐在餐桌上吃早餐了 既然已经找到了帮手 他也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没跟他们说家长的事情 他到餐桌前坐下 黎平替桑智装了碗瘦肉粥 刚醒来 都没有想说话的欲望 房子里安安静静 桑智慢吞吞的喝着粥 呼的想起了段嘉许昨天的反应 他吐了口气 小声问 爸爸 我是不是有点矮 桑融看向他 问 谁说你了吗 桑智点头 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往桑岩身上推 哥哥说我 黎平 别听你哥的 桑智用勺子戳了戳碗底 可我同学都才十二岁 都比我高 因真如都一米六了 桑融安慰他 你才多大 还会长高的 你们都长得高 我怎么就长不高了 我坐公交车的时候 还有人给我让坐 以为我是小学生 桑智的情绪格外低落 闷闷的问 哥哥十三岁的时候有一米五吗 黎平 黎平犹豫着说 你哥是男孩子 所以 桑融突然打断他 回答桑智的话 没有 哪有那么高 桑融平静的说 爸爸不太记得了 但是爸爸勉强有个印象 你哥那个时候 应该还不到一米四 你记得你 我不太记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